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您好 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控制焦虑 它是心理学剧讲阿尔伯特·埃利斯的经典著作 焦虑是现在人们一种很普遍的心理状态 很多人把焦虑的原因归结在一些外在的因素上 比如说工作压力大 生活环境差 孩子上学难 人际关系不好等等 但埃利斯告诉我们 焦虑其实是我们自己制造的 并且我们有能力控制它 在美国和加拿大 埃利斯的影响力超越了弗洛伊德 他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之父 以及认知行为疗法的鼻祖 一生著作等身出了70多本书 其中很多都是常年畅销的经典书 在他90岁生日的时候 他收到了包括美国前总统小布什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内的很多名人的祝福 埃利斯最早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临床心理学 毕业之后 他受弗洛伊德的影响 从事精神分析 但在40岁那年 埃利斯开始与精神分析分道扬镳 称自己为理性临床医生 并且创造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埃利斯把它命名为理性疗法 后来又改名为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这个疗法认为 引起人们情绪困扰的并不是具体的事情 而是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看法和评价等认知层面的问题 所以要改变情绪 比如让自己不再焦虑 重要的不是改变外在的条件 而是改变我们看待和评价事情的方式 相比于当时占主流的精神分析流派 埃利斯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被认为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治疗方法 因为精神分析流派过于强调 早期原生家庭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影响 而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不问过去 把是否要变好的权利交到人们自己手上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愿意主动地改变认知 就可以摆脱焦虑 抑郁 愤怒等不良情绪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备受推崇 直到今天 也是心理治疗师们 最常用的治疗方法之一 而埃利斯本人也是用这种方法 成功地治愈了自己的社交焦虑和演讲焦虑 她的方法和经验 就收录在这本《控制焦虑》中 接下来 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为你解读如何控制焦虑 第一 焦虑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第二 如何运用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来控制焦虑 在第三部分 我会为你具体介绍一些 实用的控制焦虑的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与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搭配在一起使用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焦虑是怎么产生的 在埃利斯看来 焦虑主要由三个因素引发 分别是生物因素 环境因素 和我们自己 首先是生物因素 我们天然的会产生很多欲望 比如想要吃饱 睡好 被人爱 获得安全感等等 一旦欲望没有办法满足 我们就会感到焦虑 其次是环境因素 我们周围的人或者事物对于欲望的实现 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如果他们可以帮我们实现欲望 我们会觉得很高兴 但如果他们阻碍我们实现欲望 我们就会产生焦虑情绪 产生焦虑的最后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自己 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认知 它包括我们的思想 感觉 行为等等 我们如何看待所发生的事情 对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感觉 都会对是否产生焦虑 有着重要的影响 爱丽丝认为 这三个因素当中 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因素 就是我们自己 因为即使在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 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每个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就像同样是半杯水 有人觉得 哎呀 只剩半杯水了 焦虑得要死 有人却觉得很开心 因为还有半杯水呢 所以爱丽丝说 焦虑其实是由我们自己制造的 另外焦虑也有健康和不健康的区别 健康的焦虑会让我们保持适当的警惕 对我们起到保护作用 而不健康的焦虑 会让我们现在情绪里什么都做不了 严重的还有可能摧毁一个人 就拿找工作这事来说 健康的焦虑会促使我们努力学习 考取一所好的大学 或者多学几门专业技能 而不健康的焦虑则会让我们 整天都处在一种担忧和恐惧当中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逢人就问 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呀 这样下去连正常的生活都很难保证 更别说努力学习和提高技能了 那么如何判断我们的焦虑是健康的 还是不健康的 爱丽丝提出了三条标准 第一 这种焦虑是否是脱离现实的 如果一个人整天担心电梯会出问题 不管多高的楼层都爬楼梯上去 但事实上 电梯性能很好 从来没有出过故障 这种焦虑就是脱离现实的 是过度的 不健康的 第二 这种焦虑是否有夸大或者以偏概全的倾向 如果一个男孩向一个女孩表白被拒绝了 他就觉得 自己这辈子再也找不到喜欢自己的女孩了 要孤独终老了 这种焦虑其实就有夸大事实的倾向 第三 这种焦虑是否过于武断 非黑即白 如果一个人只是没有获得领导的表扬 就觉得整个公司都对自己不满意 有敌意 就是一种过于武断的认知 会导致不健康的焦虑 我们如何才能控制不健康的焦虑呢 爱丽丝认为 既然焦虑主要来源于我们的认知 那么只要调整和控制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方式 就可以控制焦虑 这也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核心思想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个问题 如何通过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来控制焦虑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核心理论是 ABCDE理论 在这个理论当中 A代表所发生的具体事件 B代表我们对于发生的事件所持的一些观念或信念 C代表事件发生后我们的情绪反应和行为结果 D代表我们针对不合理信念进行辩论 E代表经过辩论以后产生的合理信念 我们先来讲前三个字母 也就是事件A 信念B和情绪C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情绪的好坏取决于事件A 比如如果我今天升职了就会很开心 如果我跟朋友吵了一架就会觉得很不高兴 但是爱丽丝认为 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 因为她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变量B 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事情所持的观念和信念 她举了一个例子 同样是找工作面试失败 有些人可能觉得很伤心 因为她觉得自己面试失败了 就一无是处 就不可能再找到别的更好的工作了 但有些人可能觉得很开心 因为她本来也没怎么喜欢这份工作 或者她认为 可以从这次面试失败中获取非常宝贵的经验 下次面试自己就能做得更好 有人可能感觉失望 但并不过分沮丧 因为她虽然喜欢这份工作 但是会以相对的客观的心态告诉自己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可能还有人比我更适合这份工作 我可以再去尝试别的机会 还有些人可能觉得无所谓 因为对这份工作的满意度也就50分 面上就去上 面不上就算了 无所谓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例子当中 事件A是一样的 都是面试失败 但是却产生了不一样的情绪C 有的伤心 有的开心 还有的无所谓 而之所以产生这些不同的结果 就是因为B 也就是对面试失败这件事 所持的观点和信念不同 也因此 埃里斯认为 我们要想控制焦虑的情绪 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产生一些消极的 不合理的信念 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例子中 这次面试失败了 我就再也找不到好工作了 就是一种不合理的信念 能够让我们产生焦虑的不合理信念 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或多或少都包含必须两个字 是一种必须信念 这个必须信念可能针对的是自己 比如我必须成功的完成每一个重要的任务 我必须受到大家的喜欢 我必须时时刻刻保持优秀等等 也可能针对的是别人 比如大家必须都按照我的想法做事 或者在我需要的时候 别人都必须帮助到我 必须信念还可能是针对客观世界和环境的 比如工作环境必须像我设想的一样 钱多事少离家近 或者天气状况必须符合我的心意 完全按照我的需求来改变 我们知道客观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它存在很大的灰色地带 如果我们抱着必须怎样 一定要怎样的信念 就很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 那如果我们产生了不合理的信念B 又要怎么办呢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下一个字母 B 与不合理的认知辩论 这个辩论的正反方都是自己 是自己跟自己辩论 爱丽丝提出了三种自我辩论的方法 在这里我以 我爱的人必须爱我 这个不合理的信念作为例子 来为你介绍这三种辩论方法 第一种叫做现实或实证型辩论法 不合理的信念之所以站不住脚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有违客观现实 你可以问自己 为什么我爱的人一定要爱我呢 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必须这样做吗 他有什么理由必须爱我呢 通过现实或实证型辩论法 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由 去选择爱你或者不爱你 第二种逻辑型辩论法 很多不合理信念是不合逻辑的 用逻辑型辩论法的时候 你可以向自己提一些问题 因为我非常爱他 所以他必须同样爱我 这种信念符合逻辑吗 我希望他爱我和他必须爱我之间 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答案是并没有 第三种实际和务实型辩论法 这种方法是从结果的角度 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 如果我坚持 我爱的人必须爱我 我会怎么样 他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 后果就是 我接受不了他不爱我 我会觉得很糟糕 当你这样辩论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这种不合理的信念 会把自己带入到焦虑当中 所以你会主动地做出调整 用理性的信念和合理的预期 来代替不合理信念 这就是三种与不合理信念辩论的方式 辩论会让我们产生一个有效的新信念 也就是我们要讲的最后一个字母 以我们刚刚讲过的 我爱的人必须爱我 这种不合理信念来说 通过辩论 我们可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新信念 那就是 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我爱的人 对方也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爱我 到这里 爱丽丝的理性情绪行为聊法 也就为你介绍完了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过程 一个事件A 我们会对它产生一个信念B 从而产生一种情绪或结果C 如果这个信念是不合理的 就通过D与这个信念进行辩论 最终产生一个合理的信念E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三部分的内容 控制焦虑的具体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帮你巩固刚刚建立的理性信念 进一步控制焦虑 在《控制焦虑》这本书当中 爱丽丝一共介绍了21种控制焦虑的方法 我会向你详细讲解其中最实用 最容易操作的六种 就会vero能力 在级业佩虑的方法 直接将其反应 果然可以变成了一端